欢迎大家提问 以所谓人权为借口 攻击中国的治疆政策 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应该做的 是直面美国内 长期无法解决的 种族歧视 暴力执法等顽疾 切实采取措施 改善本国的人权状况 从你提到的这个 报告的内容来看 有关的这个所谓的报告 充满了对中国的 意识形态的偏见 和抹黑造谣之词 是在故意找茬 该组织号称 外国媒体驻华记者俱乐部 但它并不能代表 近五百名 驻华外媒记者的心声 其报告只是少数 西方媒体记者的 偏执之词 是不公正 偏颇报道的典型 与新闻媒体 公正客观的立场 相去甚远 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 是中国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 做出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当前北京冬奥会的 各项筹备工作 进展顺利 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参加北京冬奥会 也是各国冬奥运动 爱好者的热切期盼 我们坚信各方一道努力 北京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将会成为一届 简约安全 精彩的奥运盛会 中国政府 鼓励媒体 依法进行舆论的监督 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保护新闻出版单位的知识产权等内容 安理会之前 协商已致通过关于新冠疫苗问题的决议 强调加强国际疫苗合作 确保受冲突影响和不稳定地区在内的 全球各个国家及地区 平等获取可负担的疫苗 这体现了安理会的作用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率先加入世卫组织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 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倡议 积极同十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合作 加入并支持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促进疫苗的公平分配 应世卫组织方面请求中方决定向实施计划 先提供一千万剂国产疫苗 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急需 中方决定参加维和人员新冠疫苗支友小组 并向联合国维和人员捐赠疫苗